我講到這個臉長話 說對不起 對不起 妳做了什麼啦 真的是誤會 真的是誤會 什麼東西啦 應該是我想傳話的人 加油添塑吧 是 有一些節目裡面講的 沒有... 我那時候在年代 做話題女王 然後我在錄影的時候 我的化妝 梳妝就下來跟我講說 而且我跟你講 剛剛看那個小S他們主持的那個 你們的 百分百 小S跟那個... 在裡面就講說 因為徐懷怡最近剪那個頭在打歌 這個妹妹頭 瀏海... 然後小S就講說 裡面最愛剪瀏海的 裝可愛的 裝年輕的 就有潘影子 你啦 還有誰誰誰 都已經很... 就是說年紀很大了 還裝可愛 因為瀏海這樣子 我說 真的嗎 可是瀏海跟著我 你看 從小的時候剛剛就有瀏海 就有瀏海 他根本加油添醋 自己在那邊加一些 那妳是這樣子嗎 然後妳聽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我告訴妳 小S現在在樓上錄影 我就說真的嗎 妳要不要找他算帳 我怎麼能受人機呢 我下去看他 對 妳真的好不敢 我跟你講後來我來講 我當時就在錄佼佼的節目 對啊 然後就還沒開始 我還不要一直講他節目呢 對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 準備要錄影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聽到遠方 有人說羅姐好 然後我就跟著說羅姐 然後我就看到羅姐 你往我這邊這樣子 幹嘛 我剪瀏海是犯到妳的是不是 真的要講 沒有 譬如說她坐在這裡 從床時 對 妳坐 妳就坐那個位子嘛 怕穿幫 好 我就這樣走過去 羅姐 嗨 妳好 聽說妳剛剛批評我的瀏海 是不是 批評 說我剪瀏海 裝可愛裝年輕 我告訴妳 我並不是裝可愛裝年輕 而是妳看看 我這張臉有多麼的長 如果呢 我不留瀏海的話 我根本就感性性馬 算了 再說呢 我告訴妳 我的額頭長得非常的醜 好像一個瘦身頭一樣 因此呢 我不能把整片瀏海拉起來 如果把整片瀏海拉起來的話 就好像妳現在一樣 這麼的醜 所以我告訴妳 以後不要再批評我的瀏海 我是沒辦法見人 這個叫遮醜 妳明白了嗎 對 我看妳嘴巴封住 對 然後我當時真的傻眼 然後就想要爭辯什麼的時候 她真的在大家的面前這樣 對 然後她講完說 不然就會像妳現在一樣 這麼的醜 然後就二話不說 轉身 非常快這樣 真的喔 就要往遠方走去 妳當時臉怎麼掛住 對 我當時臉都是 所以那個製作人就衝過來 緩和氣氛 什麼 誰誰誰誰 誰請問妳 就問她說 請請請 我現在去破他流算去 對 然後當時真的 妳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我也忘了 我沒有忘掉 以前嬌嬌的助理 我沒有忘記她 妳還要破我流算 現在該我破妳 對 還是經驗太小了吧 我跟你講 我只能說那個化妝師 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亂 因為我們當時娛樂 百分百在講說 剪瀏海可以看起來很年輕 OK 然後說就舉例說 演藝圈有誰剪了瀏海之後 變得很年輕 第二天王偉忠就打電話來 羅美 不好意思 因為我跟她很熟 我跟偉忠 她差不多是一起出道的 她沒有追過妳 沒有 應該也是被分到老派那一組吧 不是 她沒有追過我的原因 我等一下再講給妳一次 我覺得太好笑了 然後呢 然後就打電話跟我說 對不起啊 我說 你欠了兩個 結果毛起來現在跟著她屁股後面 插屁股就好了 沒想到後面就布袋戲出來了 好險 妳的戀愛男友當中有負傷嗎 有啊 那就不會欠妳錢啊 可是我也沒花過她的錢啊 為什麼 因為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剛剛一念完書回來 還在領薪水階段 是分手之後才變負傷的啊 沒有 她家一直都很有錢 那妳認識她的時候 是為了她家的錢嗎 當然不是啊 那為什麼要選負傷 我沒有啊 就是她對我 我就跟她在一起很開心啊 就真的喜歡嗎 沒有說選啊 對不對 因為妳說 妳周遭的朋友都是這些人 妳就不可能去認識圈外的人嗎 妳心裡從來沒有存著 要嫁入豪門的想法 我自己就是豪門 我幹嘛還嫁豪門啊 妳的豪門不太穩 就是常常會被虧錢 那我總是還有底吧 對不對 我爸爸媽媽有留給我的 那些是不能動的 那很多東西 其實還在他們手裡啊 所以 就是已經過給我了 但是什麼張子什麼 都在他們那邊 那妳歷任男友當中 有擺明的就是很窮的嗎 我跟妳講 走沙灘 看月亮 都要開著跑車去看 沙灘覺得才明亮 月亮才覺得很好看 妳沒有騎過機車約會嗎 那個又是風又是沙的 搞得滿臉 然後最後毛孔堵塞 後來長青春痘 這邊還會有黑顏屎 對 對 對不對 今天現場是俗辣的舉手 不是 她都是 妳心裡不是俗辣 不是啦 那有一次有一個社交名媛 跟電台主管約好要告妳 那是什麼 沒有一個社交名媛 因為我們做節目 叫做麻辣燙 然後就請一干人犯都是記者 江中柏 呂文婉這些人來上 結果就談到一個主題文 譬如說談到郭欣 那個人講說 郭欣他以前是做什麼...的 他怎麼樣... 然後就在我們節目裡面播出 然後這個人看了就覺得很不爽 講我以前幹什麼這樣子 就來告 妳講他以前的事情 妳講的不好的事嗎 是他自己自傳裡面寫過的事情 他也忘記了 是 是跟他後來的公共形象不合的 完全不符合 可是他家本身就是開這種東西的 可是後來有和好嗎 後來就... 後來就很多人站出來說 沒關係啊 你讓他告啊 你只要他一告 我們就站出來幫你作證這樣 所以當時是電視台主管 跟那位社交名人一起 當時那個電視台主管 有一個女的 有一個男的 然後那個女的跟我借了500萬 我們又要繼續做一個網路公司 後來我一看覺得他 你做事的方法跟我的方針不一樣 我就跟他講要退股 他就說那你給我一點時間這樣子 然後一給給了半年多這樣子 然後後來在電視台 他當時是處於欠你這筆錢的狀況 對 然後我就跟他要錢 然後呢 他就說等一下 那後來我就找到 社會先達的人士這樣子 有利人士去跟他講說 如果妹妹賺錢這麼辛苦 你要弄誰都可以 不要弄他好不好 你就把他錢還給他好了 那他就去很快的 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把錢還給我了 還給我剛好就出名媛那件事情 他們兩個可高興了 所以這位主管 因為這主管 因為被你逼著還錢 所以對你不高興 對 而且這主管 我跟他從小 他大學的時候 我就跟他是朋友了 所以後來那個被告的事情 是怎麼做結束的時候 就是要告我 那我就會反告他誤告 然後呢 他要告我賠一億兩千萬 我就要告他誤告賠兩億四千萬 他說他的一億兩千萬 要去捐出去做公益 然後我的朋友跟他講說 如果我們要是拿你這兩億四千萬的話 他就要退休了 就是做公益 就是做公益 後來沒告 後來他就講 他就講了一句髒話 我不會餓這樣子 那後來有再見到面吧 後來大家都會盡量避免這樣子 那你從來沒有遇過別人 看到你就把臉轉開 他哼一聲就不想跟妳講話那種 可能也會有吧 可是可能我哼得比他更快 所以妳是不怕跟人家不合的 如果能夠跟我不合的人 這個人一定有某些很大的問題 可是羅姐是不是從來 沒有人到面指著妳罵 都只有妳指著別人罵 有 我媽一天當然指著我罵 像我前一天在爆香跟人家吵架 我一打電話回家 妳要死了 妳為什麼要跟人家吵架呢 妳不能不要吵嗎 我說 媽 我是受害者 妳不要清楚啊 妳媽媽這麼多年還沒有習慣妳嗎 她就一直怕我走在路上 被人家看麻布袋耶 沒發生過 發生就發生了 人命該如此就該如此啊 趙兄 如果人家跟你說 要整羅妹妹的話 妳會替她打包不平 還是妳會加入那個... 會先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先把原因知道 妳說她就是那個套布袋的那個人 受委說 最好給她死了 好可憐 謝謝 可是羅姐 妳的個性是不是 如果妳過了幾天 妳就會想說算了還是和好就好 有的人是沒有辦法和好的 妍英軒有沒有那種 妳真的大吵過後 結果又真的和好的人 沒有 因為妳對S那個不算大吵嘛 就是妳只是教訓她一句而已 對 可是那個... 吵完了我也過... 還要過了一陣子才放下 然後我就覺得 我這是... 妳也就知道 我最在乎這一塊的人了 最後還想說 妳說 真瀏海 我就最討厭人家講我這一塊東西了 因為這是我遮醜的部分 對 然後還會想一想說 其實可能是傳話的人有問題 對 所以妳還是有可能跟人家和好啊 妳又不是大奸大惡的人 妳還說什麼 沒有問題 所以 育夫術裡面我就覺得妳很聰明 妳有在觀察她的育夫術 因為我在外面一天都會混來混去 有的時候都會碰到她老公啊 然後呢 她老公就很大方的人 什麼叫大方 我每一次出去 我就看她們那個包廂裡面 有 我們聊一下 最近跟誰鬧不好 妳也聊這個 妳也得罪別人 妳不要得罪我老公 沒有...妳老公對我來講 她們形象裡面很好的 真的喔 對 可是我覺得人家 常常把她當王八蛋在吃她的 不是 對啊 還好啦 她買單那個單都很大班耶 我就覺得五味雜誠的人 被人家叫自己老子 可是她老公都會很大班 我就說等一下這一單誰買單 他說如果沒有人買 就是我買啊 妳的意思說 她被人家當凱子靴就是 就是常常有一大堆人 吃喝完 然後一到買單時候 大家就送我們就跑光這樣子 那算是很大方的人 很大方的人 我就說很大方 妳怕什麼啊 妳做什麼愧心事啊妳 妳做什麼愧心事啊妳 劉瑋不想做愧心事 很好笑的就是 我跟人家吵架 然後呢 余美人就來話 羅妹妹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因為她是第一個打電話來 這種事情 一定要我們幫妳鎮瞎一下 我說對 就要鎮瞎 然後我就很開心 可是第二天早上我翻開報紙 一看 怎麼讚蝦站到另外一邊去了 OK 然後呢 我就打電話 余美人 妳不是要給我讚蝦嗎 妳怎麼站錯邊了 妳是兩面人喔 妳說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打電話給采華 然後采華說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兩個看報紙才嚇到 然後就采華講說 妳自己講 不要我講 對啦 其實大家都一家人 對啦 我們生活在這個地球村 我們就是一家人 家人 家人 這種藍籌話都會說 沒有 而且 妳根本就不是這樣講的 就是羅姐 我很愛妳 沒有 她講我被陷害的 因為以前我媽都跟我講說 她是笑花 那我們就 妳好笑 妳是笑花 笑花 然後她就說她多美怎麼樣 我們都說這不肯相信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對 妳拿證據來看 那現在 後來我就覺得 我以後要留給我兒生看啊什麼的 現在留給屁看啊 所以妳要看那些簡報 應該是要用鉗子夾好不好 妳知道嗎 對 太怕破壞妳 要去化驗 化壞什麼年份 妳再囉嗦 等一下拿到妳家幫妳貼壁紙 請問當時是妳自己保留 還是家人替妳保留的 我自己啊 醜的 美的 全都留 而且妳在當時 負面的新聞也留 當然留啦 雖很大版面 可是現在講妳跟別人吵架 妳也留 留啊 難得嘛 真的呀 本來就是啊 因為她正面新聞真的不多 妳還在講 電話說等一下把那個 很好笑的本子拿出來 對啊 我也在成長 所以我也成長 我也有成長 你們的結論就是 不會啦 我覺得 你們兩個人是 窒息式跟毀滅式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看到誰是君 誰是火了吧 從頭錄影 不該插話的時候插話 我插得又不好笑 蘿莉 妳的爸說了 妳看我怎麼忍受她 妳爆發了 不是 因為她有的時候要插話 蘿莉 妳我發現了 妳要適時插話 我就一直這樣 叫她不要插 她拚命插... 妳說我這時候有時候 不該講她嗎 妳有拍她嗎 剛剛 有啊 好幾次啊 所以她剛剛插話妳都有拍她 有啊 不該插的時候 她有沒有接受妳的提醒 沒有 我有 沒有 她以為 她以為要拍我 我想說我怎麼 我想說藝人家就把妳拍 就是她一直拍她 她一直拍我 然後我講說 我還以為是從奶昕那邊 一路拍過來 沒有 妳在錄影 我有私下聊天話 妳插話是可以的 妳現在節目上人家是主角 妳生氣 她被她有些意味 然後還一直說 吹過我這樣 吹... 妳穿太快 妳穿成這樣子 妳在節目上要這樣表演 妳這樣我能夠不生氣嗎 妳要給人家機會嘛 妳看她的表演好 我同意 羅美姆我同意妳 妳同意我吧 妳都我意思 我哈標是有原因的 妳帶她出來沒有面子 真的沒有面子 我現在講兩句 楊綺就插一句 對 她們講話 她也要插 對 她很欠 妳就插什麼 她很欠 好 謝謝 對不起... 對啦 好啦 妳以為親自 妳的楊綺是 我們兩個講她也插 妳們兩個講她 她們兩個講她也插 對 妳外面公眾人講話她也在插 對 對 所以劉娟今天來的時候 有很害怕對不對 有 妳怕她們三個誰啊 我覺得 我最怕應該是羅姐 妳害怕我 妳要跟我出去玩 我那麼好 妳很好 但我的意思說 我認識妳之後我就不怕妳了 對啊 每個人都是不認識我的時候 怕得要只認識我以後 拼命欺負我 然後小曼老師我也認識她 然後我覺得小曼老師 妳今天髮型比較淘汰啦 誰 因為我是金腳銀腳 羅腿沒什麼名字 小龍女 我是頭髮 我自己剪壞了 是 是我自己剪壞的 一看就知道自己剪了 然後妳們幫我看 這種很廉價的特效 一直很壞 我沒說 不是 小意思 對啊 妳今天除了攻擊我之外 妳居然連羅姐都攻擊 吳依林 這兩位的髮型 我真的糟糕死了 其實楊姐的頭髮 如果是舊專業髮型師來講 她是一個藝術品 就是剪了 五天的喔 可以在家收藏著 對 真的啦 老師說 不要再說了 妳 就是 妳就是拿糊不開 一直去拿糊 因為她剛剛有自己先跟我說 她自己剪壞了 就是太...這兩片都這樣 不是 這一片還好 這一片 我實在剪不出來這個弧度 我覺得很好啊 她就小龍女喔 我不要小龍女可不可以 妳不喜歡嗎 我為什麼要做古時候人 妳沒有媽真的去光明 妳沒有媽真的去光明 妳有搬嗎 搬得很多嗎 我... 今天不穿都很多嗎 這很少 真的呀 妳穿這樣出去 公婆就會覺得妳腿露太多啊 對 以前我穿這樣子 我男朋友她媽媽也說 妳這褲子會不會帶著 我說對啊 這樣子水才長 妳要這嘗試就可以半斷半斷 這真的不行 當然我跟公婆出去 我不會穿這樣子的 妳能不能現在穿成這樣 會... 我上天是穿成這樣 妳們會叫我來嗎 反正 對啊 這是我的才藝啊 對不對 我的才藝能不能拋棄嘛 我們說起來做演員的是 吃了今天 明天在哪裡不知道 因為可能明天就沒有人叫 再找妳演電影了 吃了嗎 還有很多了 真的 田大選可能愛上羅姐了耶 對啊 當我65歲 我估計我活100歲好了 因為不能講說太少 要不然下花完了 後來還有日子才買好 我估計我活100歲好了 我從70歲我開始賣房子 我一定賣最大的那一棟 一賣就是幾億 她說她現在開心才有意思 她說等到70歲再開心就沒意思 妳都在當時 我那天都看不清楚了 妳開心妳根本不太好 對啊 她也想要放她 而且那個羅姐那一整段 我媽每次在家裡都跟我這樣講 我現在沒在開心 羅姐早就在開心 我早就把房子買好了 我現在就是吃租金在開心 妳這些傻人去 所以妳現在是安心的開心 對 安心的開心 妳現在手上到底有幾間房子 因為妳也全世界 那妳都...羅姐妳都是... 而且我現在最... 我現在最想買的就是 南港三鐵共購那個地方 妳從來沒有賣過 沒有 經貿原區 妳買了就是守住啊 對... 然後有在租嗎 有 通常租出去 為什麼看到她上漲的時候 能夠不動心把它賣掉 因為每個人的人生規劃不一樣 我的人生規劃是 我一直買... 買到70歲以後 我就開始一直賣 然後賣就大筆花 因為70歲的時候 你要再交朋友的話 你需要身上有一點錢 因為太老了 人家懶得跟你會 妳一定要打點錢 我說請妳幹嘛 我請妳幹嘛 我帶她出去玩 在哪裡哪裡 然後就有很多人服侍妳 妳就要過著 妳說萬一活不到70歲 我們都萬一69掛嗎 就掛了怎麼辦 我們家你看 我爸都活到96 都... 我爸活到96 我爸活到96 太樂觀的邏輯 妳看 天大事怕人 妳老實都沒買耶 我每一年身體健康檢查都會... 檢查完了會有十幾個醫生問我說 妳到底怎麼保養身體的 可以這麼健康 我老婆說問妳怎麼樣減肥的 70歲以後我可能會把我 大部分的房子賣掉 我會去住一個很棒的養老院 因為妳一個人待在房子裡面 沒有人跟妳說話 妳也很可憐 我知道了 我不會買房子 但是我會把錢存下來 投資一個養老中心 到時候來賺我妹妹的錢 對 妳想賺我的錢啊 妳要說我開一個很好的養老院 讓妳... 妳公開的養老院 會比我的好嗎 原來妳現在還可以 不要打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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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開我 可以吉他 很好 不好 一個 passion